美國很喜歡借國家安全,信息洩漏之名,一於打壓中國的科技企業公司。 有沒有想到這些賊喊觸賊的舊把戲在美國不停上演? 現在在《華爾街日報》中,在8月7日報道,將它完全暴露無謂。 事發經過一個很小的公司,這間公司叫做Enalamy Six。 它是由兩個有情報背景的美國退伍軍人創辦的。 而這兩個人在未曾創辦這間公司之前,就幫另一間公司做同樣的事。 發覺原來做這件事這麼好玩,於是它自己走出來自己創立公司。 因此現在被舊公司告上法庭,於是由法庭之中將美國的醜聞暴露出來。 那這些公司做什麼呢? 它開發了一個SDK,即是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可以提供應用程式的人應用。 這個應用程式通常是用在手機上的。 因此它有一個叫做LocateX的SDK。 應用程式的開發工具。 那你拿著開發工具就可以開發一些程式。 而這個開發工具後面是什麼呢? 原來是搜集用戶的地址。 所以當你安裝程式時,它就會問你, 你的程式想知道你在哪裏? 你給不給? 一刻不小心按下說給。 於是這個資料就不停地送回這兩個公司。 送回這兩個公司之後, 公司將它賣給各個肯付錢的人。 當然包括美國的軍方。 美國拿到這些資料之後, 再配對一下時間、地點和那些人出入, 其實可以找到到底這個所謂X, 不知道是誰人。 其實是誰是找得到的。 很簡單而已。 譬如你晚上的手機在這個位置沒有動過。 即是你睡覺,這個地點像。 日後你去過這裏,去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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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什麼時候去過這裏,去過那裏,去過那裏。 全部都知道了。 而還有就是一些可疑人物, 他去過那裏,去過那裏,去過那裏。 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和那些可疑人物是有近距離, 知道你們倆很近, 你們倆可能聊天, 即是你又變成可疑人物。 於是你又被跟蹤,不停地。 所以這些信息, 其實對情報搜集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有用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是看到你的活動的常規。 到底你是喜歡去哪裏吃東西? 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你喜歡買什麼東西? 你全部都可以知道。 因為你是馬上買東西的時候, 你的位置和那個市場的購物單, 是有連繫在一起。 他知道了, 在這段時間, 有一些人買了什麼東西, 你是其中一個。 然後呢, 去到你家, 看到你又去哪裏之類, 完全可以把你完全監視。 而這些軟件, 這個SDK, 已經最少被500多個這些軟件加進去。 那這些開發者的死軟件, 為什麼要用呢? 兩個原因。 第一, 他給錢給你, 為什麼要用呢? 是吧? 有錢收。 第二, 就是他給錢的開發程式。 另一邊, 他就把這些收取資料賣給有需要的人。 譬如, 私人調查, 又譬如, 軍方, 情報機構。 這個這樣的動作, 在美國, 這個只是冰山一個, 我們知道是因為其中一間公司, 告另一間公司, 因為這個第二間公司, 被告那間公司, 創辦人呢, 是前公司的僱員。 現在你拿了前公司的資料, 拿去做自己的開發, 然後跟前公司爭生意, 被告上法庭。 終於是庭外和解,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從過程之中, 已經知道這件事, 是在美國不停地發生的。 這個這樣的現象, 只是見到冰山一個。 所以當美國指責中國的企業, 說盜取用戶資料, 因為他自己都盜取用戶資料, 所以他知道這個東西是可行的。 所以假設所有中國的遠見都會做這件事, 他其實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的遠見又做這件事, 又沒有做這件事。 可能中國那些科研人員根本不超做這件事, 他們不做, 但是呢, 他們自己是做賊的。 所以他用賊的角度去看, 為小人之心, 為君子之腹。 於是, 在他的眼光之中, 所有的遠見都有可能洩漏機密, 影響國家安全。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影響國家安全。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國公司不肯將這些資料, 如果有收藏的話, 如果有, 我相信沒有, 但如果有, 不肯賣給他嘛。 所以他就要。 而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在用西方軟件的朋友, 我們是沒有私隱可言的。 因為, 就算我帶著電話出街, 走出門口, 我電話已經把我的位置交給電話公司, 電話公司在政府需要之下, 全盤奉賞, 而且是要定期奉賞的。 無論你是否被監視人物, 全數拿去,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需要。 私隱, 現在, 你用任何科技, 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不懂, 為這件事特別做什麼? 只是, 用這樣的藉口, 打壓中國企業。 這個是他們的卑下手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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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